我作為一個校總會主席呢 我還不是光從這個職業這個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 我覺得我的學生如果他畢業以後 他不從事藝術工作也沒有問題 我們不要把路定得太窄 我們訓練都是博養的學科 各位觀眾 又是大中華先生學會呈現 教PENSA這個節目 這一集我們很高興邀請到 我們義法局的主席 香港政會大學的少董貴主席 王英偉先生 你好 王先生我知道你是從做AO開始的是不是 對我是港府的一個政務官員 然後我做了17年的官員就下海 為什麼你會下海呢 因為水裡好遊啊 當年我這個到了三十幾歲的時候 我有一個機會有個朋友請我到私人機構 我覺得如果再做下去 我可能就是重複著自己以前做的事情 因為我這個人比較喜歡創新 喜歡這個四星的這個事業 所以我就爭取了這個機會 那你爸爸是做什麼呢 我爸爸做過銀行 也做過工業 所以我是生長在一個五六十年代 香港一個很典型的一個小康之家 我就看著我爸爸開一個工廠 然後有時候暑假的時候 我會去幫他寫一些英文的信啊什麼 所以我曾經有一段時期 很多人以為我會接他的工廠 但實際上我的興趣不在那邊 那為什麼你不接呢 我覺得可能我喜歡那個舞台大一點 就是我念大學以後 我就希望我能接觸世界 因為我很小的時候 我就希望能跟世界能見鬼 能到海外去接觸更高層次的一些商業 那告訴大家 你現在做的生意是什麼生意呢 我現在是兩家上市公司的總裁 我是新倉營造集團 是做建築業和房地產發展的 我們是香港比較大的一個建築公司 其中比如說澳門的威尼斯人 就是我們負責項目管理 我們是香港人過去建的 對 沒錯 那麼我們也幫助中國鐵路 在那個沙地阿拉伯建那個鐵路 我們是負責那個合約管理 然後呢大部分的這個其他工程呢 都是由中國鐵路建設來做 中國工人過去建福嗎 當然建福啦 這個中東的地方那個天氣氣候很很艱苦的 而且呢這個生活習慣也不一樣 但是我們國家這個很多的園外的工程 都是靠一幫客服內勞的這個朋友去支持的 那另外一家公司呢是做什麼呢 另外一家公司是做這個 物業管理 物業的租賃 我們是香港一家獨立的上市公司 因為大部分呢香港的物業管理公司都是跟一些 跟一個發展商 對他們的這個一個直屬的關係 我們是獨立的 叫什麼名字 叫新倉管理 也是新倉 也是新倉 做藝法局的主席啦 做藝法局的主席啦 這個是文化藝術跟做生意 是完全兩碼式的 現在的時代呢都是要求人是比較全面的 就沒有說你是一定只能做生意不能做其他的 那麼我有機會做這個教育的事業 我曾經是也是這個社會福利的工作 我曾經是當了六年的香港社會福利職訊委員會的主席 然後新惠大學我現在加起來已經差不多十年了 之前我也在科技大學當校董 那麼現在藝術發展局 是因為我當了好幾年的香港國際電影節的主席 但是電影跟你有什麼關係啊 沒什麼直接的關係 是一個個人的興趣 我很喜歡看電影 然後呢就是當年港英政府的時候呢 是他們來舉辦這個國際電影節 這後來到我們回歸以後呢 港府呢就希望將國際電影節獨立 所以呢就成立了一家公司來做這件事 那麼他們就推舉了我當主席 你覺得香港的電影還有希望嗎 那當然有希望 為什麼我們怎樣說呢就是 因為倒版啊 令到我們香港的電影呢 一樓千丈 如果大家只是看香港出品的電影 可能會知道 比如說我們最輝煌的時候 一年大概生產250部電影 現在大概一年能生產個五六十部差不多 那麼但是我們忘記了 現在其實大部分的電影是 投機越來越大的 跟中國合拍 就去年在中國最賣座的十部合拍電影 有七部是跟香港合拍的 哪七部呢 比如說是唐山大地震 它也是合拍的 赤壁也是合拍的 都是比較大的片 很好的電影 很好的電影 那麼我們的看法呢就是 實際上現在市場比以前擴大很多 香港最輝煌的時候 一年的電影的票房收入 可能不到十個億 現在超過一百個億 電影的屏幕這個數字 也從幾千塊 不到一兩千片的那個屏幕 到現在大概是有一萬 這樣說了就是在中國大陸 那個競爭也是越來越激烈 對 那麼這個就是香港的這個 影視從業的人員 有很有機會的地方 因為我們都習慣了市場運作 我們的思維方式 我們的做事方式 我們的效率都是很有機會在中國呢 可以跟電影他們合作起來 那麼當然我們現在就是 很多時候就是說香港的電影 並不一定在香港拍 對 但是我們實際上在是在做 勞務輸出 我們輸出了很多導演 明星都是在中國大陸 在海外 在好萊塢賺錢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們這個作為電影發展局也好 藝術發展局也好 其中一個任務 是要在培養新的人才 無論是編導或者是演員 我們應該為香港培養更多更多的年輕人 走進這個創意行業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延續著我們這個電影視野的光輝 實際上 我們香港政府常常說鼓勵創業工業 但是呢 你在 依法局是主席嘛 你也了解 有多少博款給依法局了 一年 大概一年 以前藝術發展局 可以從政府的不同的渠道得到的博款 是一億兩千多萬 你知道阿門是多少嗎 我不知道 十倍有多 但是阿門比我們香港小 他的GDP 他的GDP現在不錯了 因為那個博彩非常好 沒錯 為什麼我們香港政府 一方面說鼓勵 創業工業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他博款也不小 其實我們香港的博款並不比澳門少 只不過是我們把它分門別類的很清楚 比如說我們交響樂團是另外播五六千萬 中樂團又播五六千萬 所以我們加起來其實很多的 還有呢 還有比如說我們電影發展局 政府一次過就播了三個億 來支持電影 所以這個不能說 因為我們香港有大概九個大的團體 每年都能從政府手上拿幾千萬 拿九個呢 應該是交響樂團 中樂團 化具團 芭蕾舞團 就很多都是从事演艺方面的九大艺团 这些团体实力其实越来越强的 我们也知道很多搞艺术的 它是单打渡斗的 为什么我们不帮帮他们 所以我们就把培养新人表演团体的责任 就放到艺术发展局来 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两条腿走路 一条是支持这些大的剧团 让他们继续去发挥在国际舞台上 在国际的艺术节上大放异彩 另外就是这些比较小的 还在萌芽阶段的这些剧团 或者是表演团体 是由我艺术局来制作 我大概每年直接拨款 给他们经常费用的 有39个团体 有很多 而且我每年大概要制作的项目 因为那些是团体 另外我还可以个别的 可以来申请项目 我们都是大概一百多 两百个项目 你觉得C9对我们艺术发展是怎么样 C9是解决了香港一个长期缺乏 一流的国际表演的场地的问题 这个是帮助了外国大的团体过来表演 其实我们香港很多很小的团体 他们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场所 需要很多的观众 C9的建设里面除了大的场馆 它更多的是一些小场馆 其实整个计划里面有比如说乐剧 他们会有特别的一个场馆 他们也有一些我们叫小型的表演场所 都是希望不同规模的剧团可以以后有用武之地 那么我刚才说的C9只是解决了一个硬件的方面 但软件方面 培养人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是我们很需要做的 所以艺术局我上任以后 其中两个最重要的目标 所以我要求团体可以去进学校 去社区 尽量的提高观众的欣赏水平 第二个是我们希望艺团自己本身要争取 我们会增加拨款给他们多做一些表演和交流 交流很重要 比如说到大陆来交流到海外去交流 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培育一些人才 这个人才是包括了除了这个表演的人才以外 还有就是艺术管理的人才 因为这个比如说你是好的这个画家 你做画展你必须要有一个这个 要确诊你 那么这方面呢其实西九龙做完以后呢 实际上的策展人的这个需求会增加很多 我们在这方面呢也在博款呢是支持一些人去不同的画廊实习 或者是去海外留学 那花了多少钱呢 现在一年大概在这方面花个几百万吧 大概一年的数目希望能上百元吧 三百元但是你说几百万 够吗 这是每人几万哦 对啊有些是本地的嘛 有些在本地培养嘛 你不是每一个都要去海外的嘛 你觉得比方说我们香港大溃塔 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啊 有没有需要更好的场所呢在香港岛 我看现在来说应该等西九龙建起来 因为暂时来说场地还是比较缺乏 如果现在又去改建啊装修啊我们的场地就是越来越少 所以等西九龙起来以后我们有充足的一个场所以后 我觉得大会堂肯定是要重新再策划 有一点呢我相信我们观众里面呢也有很多也是艺术家了 怎么去依发局申请博方 其实我们每年都有公开的让大家来申请 而且呢每年都是有分两次 这一次你如果来不及你可以下半年再来 每年只要两次 有两次我们可以公开申请 那么然后呢我们得到申请以后 每一个界别都会用一些专家来做评审 而不是由我们自己来评审 专家是哪里来的 专家都是各个行界别里面的比较突出的人物 有经验的人物 我们邀请他们来当我们的义务顾问 有没有外国的专家呢 很少因为这个经费的问题 你要请他来 而且他也不一定有时间来帮你做这个评审 有时候他们要看几十个申请的项目 那么这个时间实在花得太多 还有呢一些界别比方说预决 他们不懂啊 他们也不懂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的专家如果了解香港当地的情况 他们的判断可能更准确一点 那为什么C9要请个外国人来 C9因为他这个整个策划里面他有很多元素在里面 因为他除了这个设计这个地方建这个场所 还需要策划这些这个活动 我想呢香港可能还没有一个这个那么全面的一个总裁可以肩负 郑惠大学的权理系那个时代是非常非常的流行的 对我们香港电视台很多人才都是从哪里出来 对没错 现在呢郑惠大学也搞电影学院 也搞那个细节艺术学院 为什么郑惠夸解某多精力在这方面呢 我想这个跟静惠大学一直想求创新 因为每个大学都应该有它的功能 我觉得庆惠大学因为它的传理系一直那么强 它的电影这个部门也非常的强 在香港已经有很长的历史 我们现在追求的是创意 那怎么把这些追求创意的学科 帮他们建立更强的一个一个部门和这个学院 这是我们一直追求的 所以过去的几年我们分别的建立了这个视觉艺术学院 就是专门培训画家雕塑家设计的人员 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电影学院呢 我们也是训练编导和这个电影从业员 再加上我们最近也开了演员训练班 那么这个加起来呢 我们希望可以为香港几个创意的产业 提供更多的这个生力军 正规大学呢有一半的学生是念上课的 亏不亏太多了 可能没有一半开多少班是这个政府规定的 政府说你能开多少就是开多少 所以我们不能随意开的 不信你们决定的 不是我们决定的 另外呢我们有些班呢是自费的 就是学生如果他考不进这个政府的这个名额 我们开一些班他可以自己付学费来学的 他要多付多少呢 他会多一点 我们一般这个自费的学费大概一年是十万左右 那么政府今天的呢 就是两倍多了 政府大概是十万多一点 其实我们能不能收很多的学生是似乎这个市场 市场有我们才能开 因为是自费的 我觉得没有多或者少 而是市场的需求有多少 你说的是市场经济嘛 但是你说开这么多艺术的过程 我们香港能吸纳这么多别生吗 那当然政府也是评估过才会让我们开这个学科 就是你相信政府的评估 我觉得没有人比政府更了解香港的一些情况 其实香港政府也做了很多的调研 包括人力资源的一些调查 那么再加上呢 他会有前瞻性 就是说以后我们那个创意产业需要多少人 我作为一个校董会主席呢 我还不是光从这个职业 这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的学生如果他毕业以后 他不从事艺术工作也没有问题 嗯 你已经培养了他这个兴趣 对 对吧 等于像我 我不是学艺术的 嗯 但是我对艺术很有兴趣 嗯 我也可以投入在这方面去工作 但是有些专业的 你是很难专行的 嗯 比方说你念医生很少就转去做生意嘛 嗯 对当然 啊 理念艺术 嗯 假如要当工程师 嗯 那个差不多不可能吧 但你可以做设计人员啊 哈哈 没问题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要把路 嗯 定得太窄 嗯 所以金卫大学 一直就强调的是全人教育 嗯 我们不是训练技师 不是训练工程师 我在我的院校里面 我们没有训练医生 没有训练律师 没有训练工程师 我们训练都是博养的学生 然后出来以后 大家同学们 他们选什么路 因为每一个年轻人 他其实很多梦想 他最后走哪一条路 没有人会知道 包括我 我也不知道 干了17年的公务员以后 会下海重商 重商以后 一直就是跟艺术 打交道 打交道 所以在人生就是那么奇妙 只要你愿意放开怀抱 拥抱世界 你什么机会都有 年轻人 你听 我们王祖吉说的说话 这个是非常非常鼓舞 那有一点就是 正会大学 现在有多少学生 正会大学 其实学生很多的 我们本科生 政府制作的那部分 大概五千多 但是我们智废的学生 连硕士 这个学位的 我们大概有八千人 然后我们还有在珠海 跟北京师范大学 建了一个联合国际学院 那边也有四千多学生 那珠海哪边呢 你们投资很多 其实我们投资不多 我们因为土地是 北京师范大学那边提供的 我们只是自己去建这个校舍 议法局成立了多久 艺术发展局已经成立很久了 它是法定的机构 成立了有差不多十几年了吧 也是 民进局以上的康门处 上面的一个机构是不是 不是 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 有法定的地位的 哦 议法局是一个独立的机构 独立的机构 委员是由各个界别选出来的 跟康门处有什么关系 平行的 平行 康门处是做这个场地管理啊 康乐文化的推动啊 我们呢是做艺术发展 我们的范围可能比他们还要宽 因为我们有文学 我们有作家 我们有这个各个方面的艺术形体都有 非常高兴 今天能找到王主级访问 谢谢 但是我们每一集呢 我们的嘉宾呢 都会给一个问题我们的观众 大队被抽中的 可以拿到你的礼品一份 你可以送什么给我们观众 还有你的问题是什么 让我去挑一个表演项目 送两张票给这个观众 非常好 然后呢问题是刚才你问的所有问题里面有一条 艺术发展局一年从政府得到多少的制作 好谢谢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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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